我是搞美术的 但是现在美术这个事 搞来搞去 越搞 最后离一般老百姓的关系越远 大家都看不懂 很多人在现代艺术面前 都感觉很自卑的 因为我看不懂这样的严肃的 这样高尚的艺术的活动 当代艺术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么难理解 事实上 这个不是观众的问题 而是艺术圈的问题 事实上 当代艺术是由西方的 当代艺术史写作的方式而发展的 西方的艺术史写作的方式 基本上是 在每一个阶段 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 而体现它的价值的 并且作品必须要有一种观念的阐释的余地 它和东方的艺术的态度 基本上是不同的 东方的艺术态度 实际上是在一个传统的一种方式基础上 让它更丰富和更有魅力 就是说西方差不多是创造一种新的一种玩法 中国在传统的玩法中 看谁玩得更好 就像京剧的这一个首饰一样的 自古到现在都玩这么一个首饰 但是你的品位和你的修养 和你的艺术的高下 就在你这个首饰的这种微妙和不同之中 所体现的 所以当代艺术就出现了现在的这样的一种 有点奇奇怪怪的一种现象 它是怎么来的呢 实际上是大家知道有一个叫杜尚的一个人 这个人实际上他是现代艺术的一个鼻祖 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作品 就是把小便池放到展台上 是现成物的一个开始之作 所以大家觉得他很了不起 是因为他把艺术和生活给拉平了 这个革命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他在把艺术和生活拉平的同时 他给艺术家留了一个各出的贵族的身份和地位 艺术家可以做很多的奇奇怪怪的事情 被社会被一般人认为是艺术 比如说我在这扫地 我说这是行为艺术 它就可以价值连城 但是一个清洁工的扫地 事实上在本质上和艺术家的扫地是一样的 可是它就不具有艺术的价值 这个事实上就是导致了艺术家对创造力的不负责任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艺术 事实上它确实具有皇帝新衣的这样的性质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很多的观众就是去欣赏看不懂的艺术 这个在西方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由于西方的现代艺术和当代艺术的发展历史比较长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过一个时间段 就要到现代美术馆去看艺术 这些艺术其实都是似是而非 都是很难真正进入或者看懂的 因为看这些作品 就像我刚才说的 你必须有一个艺术史的 或者说当代和现代艺术史 这个阶段的一种知识和上下文的关系 你才能够看懂这样的艺术 事实上就是说 培养了一些人带有一种视觉的自虐的心理 这种自虐有时是一种享受 他认为我看这样的看不懂的艺术 这说明我的品味 当然这个都是 很多问题是值得探讨的 对我来说 其实不存在现代艺术和传统艺术之间的 本质上的差异 因为艺术的真正的深度 不在于艺术风格之间的比较 和艺术流派之间的比较 风格和流派事实上都是平等的 你说印象派和观念艺术 事实上它没有好坏之分和高下之分 事实上它只是风格的不同而已 好的艺术 它的真正的核心价值来自于 艺术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处理的 一个技术的问题 事实上就是说艺术家 对你生活的时代的敏感 而对问题这种关怀 而导致的你对旧有的艺术方法的 在方法论上的一种改造和一种提示 回过头来想我的艺术的道路 实际上我是真正的遵循了什么呢 就是说艺术源于生活 艺术高于生活和艺术回馈于生活的这样的一种 古实的或者说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这样的一种艺术观 因为这是我最早的接受艺术教育的时候的一个艺术观 比如就说你怎么做这么实验性和这么当代的东西 我说由于这个时代走得快 你只要紧紧抓住时代 时代进入了现代你就成了现代艺术家 时代进入了当代你就成了当代艺术家 时代把我给甩到国外去了 在国外参与了十几年的创造 那我就成了一个国际艺术家 时代又把我给甩回来了 那中国现在是最具有试验性的一个国度 它是最具有可能向人类提示 未来的有价值的新的文化方式的这么一个国度 所以我的艺术就应该是成为一个最具试验性 最应该提示一种新的一种思维方式和体现人类 文明水准的这样的一种艺术 当然这个是对自己一个非常高的要求 还需要做很多的努力 谢谢大家